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些什么 来参考一下我家的菜谱 今天叫朋友们做胡辣汤 胡辣汤的底汤 我们用牛肉和牛骨头来熬 选的这块是牛腿肉 这块贴着牛腱子 42块钱一斤 花费45块钱 一锅胡辣汤里面放这么多牛肉 已经非常多了 牛骨头家里面冰箱就有 再去卖单货的汤味 买点黄花菜 黑木耳 这些都是胡辣汤里面 非常经典的配菜 再买点花生米和海淡 这个花生米的我要吃一点 两个豆皮花费1块7毛钱 1块7是吧 这个是做胡辣汤的胡辣粉 还有其他的一些食材都准备好了 我们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胡辣粉是怎么做的 锅中放入黑白胡椒粒 还有花椒 不用放油 开小火炒一会 当能闻到胡椒和花椒的香麻味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倒入料理机中 打点粉 打好了之后呢 用个筛子把大点的颗粒过滤一下 也可以直接用成品的胡椒粉和花椒粉 当然自己打出的粉香味会更加浓郁一些 这个是微辣的辣椒粉 来上一勺 再加上一勺食餐香粉 用少许的清水稀释一下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的牛肉和牛骨头放入汤锅中 加上足量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煮开 煮开了之后一直保持大火 煮上七八分钟 期间不断的把出现的浮沫给打干净 加入姜片 小火炖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牛肉就煮好了 给它捞出切成片 牛骨头继续熬汤 还是开着小火呢 再熬上两个小时 把汤熬聋 接着我们来洗面筋 400克普通面粉 如果有高筋的面粉最好 200克的清水 边加边搅拌 最后就和和和面一样 把它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密封洗面20分钟 洗好的面团加上清水 我们来洗面筋 不停的揉搓 就像洗衣服一样 把面浆给洗掉 前面几次洗下来 比较浓稠的面浆水 给它收集起来 最后用来勾芡 就像这样不停的洗 水洗白了之后呢 就到出去 我一共洗了有8次 洗好的面筋呢 体积也小了很多 黄黄的 捏起来很有劲道 我觉得呢 如果能买到成品的面筋 还是买成品的 自己做太麻烦了 最后把泡好的黄花菜 木耳切好 海带切成小条 豆皮切成丝 泡好的粉条 也给它切出来 这个牛骨豆汤 一共熬了三个小时 给它倒出来 或者直接在汤壶里面 下菜也是可以的 浮在上层的油太多了 撇去一点 下入稀释的胡辣粉 一勺酱油 下入花生米 黄花菜末 面筋一块块的揪下来 放进去 先煮上五分钟 再把剩下的配菜 都倒进去 调味加上盐和味精就可以了 调味没有一个固定的素质 根据有多少的食材 放多少自己把握 面浆水沉淀之后 我们把上面的清水倒掉 然后把这个面浆水 一点一点的加进去 给汤勾芡 芡汁也不要勾得太稠 这么多胡辣汤 一次也吃不完 下次吃的时候加热 汤会变得更稠一些 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 最后把煮熟的牛肉 倒进去烫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像葱花香醋香油 我们先把汤盛到碗里面 然后在碗里面加 爱吃胡辣汤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真心特别的好吃 好了 咱们家开饭了 这点辣 我是辣乎乎的 不能接受这个辣 过瘾 吃什么 面筋 好特别 这面筋感好好 你吃没啥嘴嘴 自己能说错的 是吗 嗯 好吃吗 好惊艳 我还从来没见过 怎么炸这样 这个炸饺子泡在里面吃 好好吃 跟着包吃 包包吃 当然可以关键吃 这什么组合 第一次吃 好吃吗 好吃 嗯 看这个胡椒味更浓了 嗯 嗯 我现在嘴都是麻麻的 热乳的 嗯 各位 你是花菜 要是买的话 配就一定 这绝对配就 我自己都去吃 这真好吃 拿鸭花菜汤 做成这样的 我自己一天都去吃 是真的 嗯 吃一个比较麻烦 这边还有黑的呀 有啊 这拿吃上车 再下一碗 放开我 给我吃完 我再一碗 我给你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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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有那个粉啊 有 好 哎呦 我的妈 拉的不行 你摔拉呢 你这点 你这点 我好了 起火了我 那哥开火不 我感觉不辣 妈帮你特挑了 你这个方式哪点 我再堆点水 肯定有点烂 肯定有点烂 嗯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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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